车内女子不敢相信眼前景象 目睹家园被大火吞噬 激动哭喊者必须尽快离开现场 景象触目惊心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统计 拉海纳震80%已稍微灰烬 损失预估高达55亿美元 1000栋建筑补幅存在 昔日的观光顺地已沦为废墟 这场延烧多日的灰烬 这无情大火也让许多人开始质疑 夏威夷州政府防护措施是否有所疏失 外媒甚至指出 当地配有的户外警报系统为全球最大的 但是当时警报器根本就没有响 也没有手机讯号 导致许多居民是看到大火才知道要逃生 对此当局事员会对紧急通知系统进行检讨 但是再多的承诺及检讨也换不回宝贵的生命 而这场夏威夷大火不仅是天灾 同时也是人祸 记者综合报道